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去日合合物月未合 執上蒼雄重迴星河 竹梦江山路正路 望天涯不蹉跎 歌姬府里大衣出鹅 从山如柳春秋唱歌 过云新帅连百姓 路骨热血举黄河 好男儿志在四方 推逼三舍对承诺 志愿前下太平骨 好男儿志在四方 不把礼秀干戈 千秋功多人平说 好男儿志在四 这宝藏原本就在秦境 理所当然属于秦国 况且就算崇尔想隐瞒 恐怕也瞒不住 你们想一想 那伙楚人撕挖宝藏 而丧命于地宫 那洞口究竟是何人掩埋的 难道还有漏网之余 所以呢 崇尔才想将此事 尽早告诉秦伯 以免在因为宝藏之事 而让当地的百姓 受到厄运呢 可是 其实天下本为一家 何必分什么近人 秦人 奇人 为了一个国号 动辄开展 血流成河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只有和和万邦 生生息息才是大碍 才会无敌呀 公子此话说得有理呀 子虞明白了 好吧 那就交给你喽 我可不像你那么叽叽歪歪的 公子说什么呀 你就听什么 公子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就有劳介兄 亲自跑一趟秦宫了 自退领命 你们都听到了吧 这崇尔行事 着实令人佩服 不仅将宝藏一事 如实相告 还亲手绘制了路线图 告诫咱们 要助于土石中的毒粉 和渠中的水银 只乃后导之人 你呀 立看崇尔了 妹妹 为兄 现在倒是挺为你担心的 就你这个典型的 小女人心思 怎么能让崇尔喜欢她 我 鱼儿是寡人的掌上明珠 你可不要生气呀 男人的心思 懂不懂得没关系 只要女人贤德善良 就能够拢住男人的心 是真的吗 可是母后既不温柔 也不体贴 还常常威吓君父 还总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可君父为何偏闯母亲 夫人 寡人 给问住了 月儿呀 母亲告诉你 若配寻常男人为妻 自当以温柔体贴 笼络其心 但是 若匹配一国之君 诸侯公子 你就要心胸气度 与他一致 扛顶社稷的男人 最看重的 是女人的内住之嫌 母犯之症 换言之 就是所思所想 要高深远广 与他一致 你明白吗 母亲 我明白 你放心吧 国君哪 崇尔制破太极城困局 才智仁义惊艳天下 如今又主动献保 他进入如此大量 难道我们 会输给一个孩子吗 夫人 那你的意思是 请国君 令司理官员 以最隆重的国礼 招待崇尔 好 听夫人的 月儿 到时候 你可要自己把握机会 崇尔的心 能不能拿下 就看今朝了 嗯 你放心吧 母亲 嗯 国君 不仅为了月儿 就是为了大秦 这个人 也一定要留下 君父 这个人 我要定了 嗯 像你爹 这菜都上齐了 人怎么还没到啊 我今天终于知道 什么叫望眼遇穿了 妹妹 崇尔马上就到 你稍微耐点性子 别让人觉得 咱们秦国公主不矜持 崇尔公子到 你 短暂点 得坚持 嗯 国君驾到 参见国君 免礼 参见国君 崇尔拜见秦伯 祝秦伯 君夫人 福寿绵长 齐国公主齐江 拜见秦伯 君夫人 崇尔公子 贤明远伯 今日一见 果然气宇宣昂 气度不凡 来 请落座 谢国君 公子 敬 冲尔公子 我们又相逢了 我先敬你一句 � air 宇人身体有药 不能饮酒 这一句 由姐姐我代劳了 怎么哪儿都有你 今日是我大秦庸华台 建成的第一宴 我们特地邀请了 周天子宫中的大司膳 来为我们料理饮食 说得好了不起 可我听来听去 却没有听出诚意来 这饮食之道 在于增弃重需 强体势腹而已 而像你这样一餐 累积百人百气百味的奢侈 这国人百姓又当如何呢 你这分明就是嫉妒 嫉妒我与崇尔公子 设得豪华宴席 嫉妒我的锦衣玉室 比你漂亮 阴暗的心衬不起灿烂的脸 纵使你有华贵的锦衣玉室 也是枉然 好了好了 此次崇尔公子来到秦国 一出手便知 太极百姓的疾苦 那真是绝世武双 才干横溢呀 让寡人对公子极为欣赏 希望崇尔公子 能在秦国多待几日 以便切磋治国之理念 国君胜誉 此次能解太极城之危机 也多亏了我的两位兄弟 贤是子虞 侠是戒子 两位的鼎力相助 并非崇尔一人之功 如今事情已了 崇尔就以此酒 谢过秦伯的圣金款待 你的身体不适合饮酒 不饮世离 我心里有数 你且放心 崇尔公子来我秦国 是为了寻找名医 如今可找到了 缘分未到还未找到 这缘分之事啊 罪事无常 苦苦追寻未必如愿 一切顺其自然吧 对了 听闻公子得见奇书 龙甲神章 正是 传言得此书者得天下 而崇尔公子能弃而不娶 实在令人佩服 不过 竟然此书已献 依崇尔公子的智慧 恐怕早已过目不忘了吧 天下奇闻众多 有说得此书者得天下 还有奇闻说 得下语见者得天下 崇尔孤陋才浅 对此类传闻并不看在眼里 昔日文王问子牙 何以得天下 子牙曰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 故修德惠民 为天下人兴利除害 为此才可以守土故国 而服天下 此为江太公灭伤兴周 谋略之根本 崇尔一向信之行之奉之 相信以秦博的远见着实 定知微服天下 不必托于奇书宝剑 是以仁义定可实现 监尔公子对治国惊略颇有心得 我只是一句戏言 倒眼得公子为我秦国群臣解惑了 崇尔公子的确是温鸟武略俱全 有经国安邦制大财 此番话颇有间谍 甚何寡人之心 寡人对江太公治国之精略 也极为推崇 深知民为邦本 民故国兴的道理 故一向提倡 人意为本 人正顺民 心中怀弊 较之坐拥宝藏更为珍贵 故寡人决定 封存此地 永不开启 秦博大义之举 令崇尔佩服 寡人此举也是受你所感 那崇尔公子 寡人与你相见那是很晚啊 你一定要多留些日子 须知尊贤上宫 也是江太公司向之精髓 寡人不能怠慢于你 君夫人 这是崇尔公子 为夫人准备的礼物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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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姐 此土为晋国的乡土 姐姐当年以花季之期 离国远嫁 数十余年也未曾回到故国 向来一定是思乡情细 弟弟就以此土 来缓解姐姐的思乡之情 二弟 有心了 张姐 弟弟自幼生长在异域 成年后 方才回到故里 后因故远行 如今也思乡情细 还请姐姐体谅 今儿宴席后 我们就要启程了 此番公子制破太极危局 贤财天下称贯 秦伯乃惜财之人 一定不会让你轻易走 况且我们又知道了 太极帝宫的秘密 他怎么能轻易让我们走呢 我觉得秦伯 不会像你说的这般小气啊 这并非小气 为君者本就多疑 国家利益面前诸事谨慎 秦伯若执意想留下我们 我们倒还真不好走吗 我同意子虞的 这就算秦伯大毒 可 可还有盈月在呢 万一他又闹出什么事 我 总之 小心点为好 那既如此 我们就做些准备吧 好 如此一来 您就没有什么理由 留他了吧 既然如此 此 我也不必勉强 不过此次公子来秦国 救了太极城的疾苦 我应该对你重重地褒奖 君父 请君父将女儿赐给崇尔为亲 一来褒奖 二来可解两国之好 一来 要听说 此事 所以寡人做不了主啊 要问公子的意见 崇尔公子 我要嫁你为妻 你可欢喜 这个 你就这么着急下人了 居然不等公子开口 不请媒妁闻听 这天下女人的脸 都被你丢光了 我为我心中至爱 问心无愧 就允许你当初 利用公子会蒙之计 对崇尔公子百般谢媚 就不允许我直言相告吗 我那哪里是谢媚 我是真情流露 好一个真情流露 既然如此 那你就多理解 多担待 待我嫁给公子之后 一定会封你一个测室之位的 谁要你封啊 你有什么权利封 多谢公主太爱 但恐崇尔无福领受 你这是在拒绝我吗 崇尔此次来到秦国 就是为了寻医 但寻医未果 崇尔便将不久于世 所以愧对公主的厚爱 不能领受 怎么着 怕了吧 不管她是死是活 不管她还有多少时日 我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没有别的女人的位置 但是 齐江公主可真愚笨 为了独霸宠尔公子 竟然 连她生的机会都不给她 你胡说 只要是能救她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好 这可是你说的 那就请诸位 给我们做一个证 齐江 你可愿意与我赌一局 你我二人 若谁为公子找到生机 为他续命 谁就嫁给他 好 公子来我秦国 是为了寻找 世外高人太昊先生 医治重疾 可寻而未过 这个 叫做九转百草丹 正是太昊先生所给 他不仅 能够治好世间的一切歧毒 更可以为他驱毒 续命 你别以为随意拿个什么药丸 就可以骗得着我们 月儿说得没错 寡人早年间在秦岭围猎之时 与世外高人太昊先生结缘 此人为皇帝后人 掌齐门一术 与仙人无异 他得知小女存有胎毒 特赐零药两枚 此药可皆百毒 每隔数年服一粒 待两粒服完之后 定可长命百岁 宁岳十岁那年服过一粒 此后数年间从无生病 健康到今 本来今日该服第二粒 谁承想 这孩子居然把药赐给公子 也算得上是用心良苦啊 怎么样 你说了吧 我就以此药作为骗人 和崇尔结百年之好 你可要愿赌服输 甘心退出 好 我退出 好 我退出 你把药给他 呼喊公主和童儿公子 缔结百年之好 建儿 静儿 别走 你赶紧把药服了 英月公主 此药既为太后所资 那就请公主 还是留着自由 冲儿并不会为了续命 而移情别恋 齐江公主 乃冲儿的挚爱 纵使生死 冲儿都不会异心 还请公主见谅 此事让玉儿自己定夺 你可想好 想好了 我不要你管我 我要你活 娟儿 我若活着背叛你 不如现在就死 你拒绝我盈月 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三生之后 你若还不答应 我就将此药丢入炉中 从此以后 你冲儿就是我盈月 秦国的敌人 快去啊 硬下他 先把药吃了再说 依 冲儿 快去啊 二 二 去啊 一定要吃了他 三 等等 走 得罪了 是崇儿唐突了 这平白无辜的好意 崇儿不能领受 还请秦博和长姐姐聊 今任宴席已经进行 崇儿就此告辞 崇儿 没有人能复活 没有人能复活 崇儿 你也不能 她的心不在你这儿 别再致命了 总有一天 我会让她自己来找我的 一场声势浩大 初心积虑的盛宴 终究成空 崇儿公子至情至理 虽严行有一些唐突 还请过军宽带 宽带是要宽带 毕竟人家没有做错什么 反而我们有点唐突了 传我令下 请太后先生进宫 为公子诊治 唯 不必 不必了 夫人 那夫人的意思是 崇儿 的确有才干 也称得上贤名豁达 但是 她这样的人 如果不能为我们秦国所用 也不能留在秦国的话 他日 为他国所用 必定成事 这样的话 对我们秦国 是福是祸 还不知道 所以 他的生死 就将由上天决定吧 紫月 咱们怎么不回仪馆安置呢 现在就要启程 这么着急干什么 再急也不用那么急吧 公子大殿聚婚 等于博了秦伯的面子 未防有变 还是及早出城的好 桃花没有吧 是个问题 这桃花多了吧 也未见得是个好事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呢 刚才那个药君 应该先吃了再说 你怎么了 你别吓唬我啊 崇儿 停车 快 停车 快 公主 怎么了 公主 怎么了 给我香草 公子又不舒服了吗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个 还是抓紧赶路吧 找个地方好好让公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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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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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放心 无碍 我睡一下就好了 我睡一下就好了 好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此药对我已无效果 看来 大限将至 行了 药鼻子 太太太了 我的孩子 母亲 孩子 冲儿 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 不离不弃 锦儿 我现在对着天空和心思起始 此生 钟爱其将 不离不弃 永不相复 子 怎么会这样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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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母亲 儿子好想你 儿子很快就来看你了 孩子 娘不需要你陪 你还年轻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母亲 儿子 可能撑不下去了 孩子 若生命就此终结 你可有遗憾 可以 儿子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已经通知齐国的使臣传书天下 为你寻找太后 我相信无论如何一定可以找到他 傻姜儿 你才傻呢 其实在秦国大殿 你不应该拒绝盈月的 我只是遵从我的心 你遵从了你的心 那我呢 我的心里我想要你活 可你偏要放弃 你明明知道 如果你放弃 我们两个人就是生了一死别 娇儿 千万别这么想 说不定 我宁可你活着娶别人 我也不要你死 对了 对了 娇儿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俩的出风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 当日在灵活客栈 在那个地窖里 我不小心掉下去 结果正巧砸到了你身上 是啊 在我最无助 最狼狈的时候 你从天而强 砸到了我的身上 从那一刻起 每次我遇到困难 你都会出现 我们两个人 一起经历恭维斗争 一起经历战乱杀戮 我们还经历了种种的构陷 和生死考验 每一次你都在我身边 娇儿 我已经习惯了你的陪伴 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总觉得 我好像跟你长到了一起似的 分不开了 可是 可是 我一想到 我们有可能会分开 我心里 真的很难过 郝静儿 我们两个早已经长在了一起 我宁愿选择死亡 我宁愿选择死亡 也不愿背弃你 懂吗 我懂 我怎么会不懂呢 其实我等这个晚上 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终于等到你 真真切切地跟我告白 我知道我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真的很难过 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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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给我们针灸呢 真让我们 如何承受得起啊 翠兄 子腿兄 某你们二人对我不离不弃 不光我重儿 是生是死 是福是祸 你们都生死相遂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我在这里 敬你们 公子 既是兄弟 今日就不必饮酒了吧 你体内余毒未清 怎么能喝酒呢 是啊 公子 你就别喝酒了 我们二人喝就好了 这酒我一定要喝 今天高兴 我 我是希望你们二人 把齐将 能够平安地送回齐国 你们二人呢 日后是想留在齐国 或者回晋国 都有你们二人 但是崇儿有一句话想说 这危险 危侠 不必拘泥于国别 只要能施展报复 大战鸿图 为苍生谋斧 我觉得 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这好男儿应当奋发图强 公子说得是啊 公子 你突然说这么多 到底何意啊 难不成你不和我们大家 一道去齐国了 是啊 公子 你这越聊越远了 我这不是喝酒感慨了一下吗 我肯定要跟你们去齐国 我是说日后 那日后你去哪儿 我们就跟到哪儿 我和公子要生死相随 你看子推 越来越会讲话了 来 我敬你 又打去我了 你看 来来来 我敬你 来 多喝点 现在呢 其实我还担心敬我 这宫中呢 必定是不太平 大哥人善厚道 这三弟呢 又顽劣很多 而且军府又固执己见 不听人权 朝中大臣 大哆哆气强 而且后宫当主 离衡 公子 公子 你现在还惦记离衡呢 你这是说哪儿的话 公子不是惦记离衡 公子是惦记 怕离氏姐妹对晋国不利 其实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安好 也希望晋国 能够无风无浪 是吗 国强 民府 公子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俗话说得好 不在其位 不谋其事 人有人的命 国也有国的命 人不可胜天的 是啊 我在这里忧虑再三 也不解决任何问题 这样咱们还是喝酒 来 来 这平时喝上几绝还可以 今日 公子 这酒 你可怕完不可搬傻事 两位好兄弟 我是不想让你们看到 我毒法身亡的样子 来 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不分开 好 永远在一起 我们下月 我发现 这酒 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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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为 你会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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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心如雨 何时是梦的天空 如果泪如雨 何处是新的感动 就这么飘啊飘 把我寂寞 把我寂寞和风 就这么等啊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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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